跟着二老走肥皂天天有大家好我是二老 好那么今天带来一款叫做原人的这个FC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的这个名字的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搞乱的因为这个FC上的那个 原始人的这种游戏的有好几个可能会把 这个原人的跟这个战斗原始人会搞乱的 另外跟这个原始人有关的还有这个摩登原始人 还有什么新人类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同学这个脑海里冒出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突然军 很抱歉同学突然军这个游戏的他这个主角他并不是一个原始人他他只是 坐了一个飞机然后来到一个荒岛上 然后他这个穿着了就有点像原始人其实他并不是原始人那个游戏 好那么这个想法就说到这里 那么这边呢先说一下这个游戏他是这个哈德森公司 九三年出品 也就是说这个原人这个游戏的他是属于这个fc的后期的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呢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这一点呢怎么说了因为以前我在解说这个街头战士的时候 当时呢我也是不知道这个街头战士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当时就有人喷我说这个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解说个毛啊 没有错 这个 我当时解说20分钟 解说的都是毛 在这边呢我要为自己说几句话 首先 这个fc游戏的他都是美国人跟那个日本人做的 他并没有中文吧 然后呢我又不懂日文或者英文 无英文非常差 我日文更加不懂 所以呢我不 不可能去了解这个游戏的背景 而且呢在网上也收不到 那你们说我作为一个主播 我能怎么办呢 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只能 不说这个剧情的这部分 对吧 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 这个我非常诚实 但是呢有一些主播 他解说游戏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背景 他就这个直接不说 然后一上来就扯淡 然后扯淡别的东西或者呢 这个游戏的打法他也反正也不懂 因为很多解说这种fc游戏的 那些人呢基本上 要不就是 他拿别人的路线来解说要不呢 就自己入一个task 根本不是实诈 好了这个话题就打住在这里免得等一下有人说我黑某人 或者说我在那里 你不是说解说游戏吗你为什么扯淡别的东西呢 所以呢这个话题就打住在这里我们 回到这个游戏的解说啊首先呢 我明确告诉你们啊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具体 所以呢 这个我就只说一些打法或者这些场景之类的 好那么在刚才我扯淡的时候了 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第1关的这个第2小关 那么现在的禁用了这个恐龙的这个 肚子里面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恐龙的肚子里面啊 这里要吐槽一下 为什么外面看起来这个恐龙不是说这么大的呀 为什么进来之后这个人 这个主角变得这么小了 这个非常的有问题这个比例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第1关的第3小关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个恐龙的肚子里面的最深处就有这个第1关的这个boss 好那么这里要吃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肉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游戏这个主角他吃到肉的时候 这个身体会发热 就是浴火焚身 如果他热到不行的时候 他就会进入这种无敌状态 这个无敌状态结束之后了 他会进入到一个 未热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他的攻击力会稍微的比正常情况会高一些 但是如果这个状态再吃到一个小肉的话了 这个主角又会变成这个无敌的状态 那么这个发热的程度他有三个级别 前面两个级别的都是加强攻击力 第3个级别的他除了这个攻击力加强之外 这个人物还带有这个无敌 而且呢这个人物的移动速度又变得非常的快 好那么现在呢这个 我刚才在解说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地方的这个boss干掉 这个boss非常简单 我们跳到他这个头顶然后呢不停的旋转就可以打死他了 那么这个游戏呢他每打完一只boss之后这个boss都要跟这个主角对一下话 那么过关之后了他这个游戏会清算 你在第1关拿到的一个像头一样的这个道具 这个道具有什么用呢我不太清楚啊 可能是分数或者加这个人物的这个血量 因为我看到刚才在清算的时候 这个主角他的这个血量 增加了 可能有些同学会问我你不是打了一命吗为什么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了这个 我不是这个游戏的研究生啊有很多东西呢 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了 要打一命的话呢你只 需要知道一些套路就行了里面 游戏很多一些细节了 你不知道也不影响你打赢 好那么这边呢又吃了一个大肉 然后呢这个人物 就是 进入了一个无敌的状态 在这个主角进入这个狂者的状态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最好是让这个主角跳起来 疯狂的旋转 你可以按着这个凉发逼降 前面我说到了 这个主角进入狂热状态的时候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特别是你在空中旋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 用来快速的移动 所以说这个游戏 速通的话呢就要利用好这个无敌的状态 好那么这边呢又进入了这个狂热状态 那么现在呢我这里要不停的跳起来然后呢旋转 对了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这个人物他 这个狂热状态准备消失的时候 如果你在空中旋转的话呢 如果他已经消失了这个状态那么你的 这个移动速度 还是会保持原来的那个移动速度也就是说 可以 算好他无敌什么时候消失你这个时候就可以 在空中这个疯狂的旋转 然后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角他是一个威恶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我前面说的 他是这个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他移动速度是不会增加的但是攻击力会增强 好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爬速的一个小关卡那么这个关卡的 非常简单 基本上的这些敌人的都不用理他 在这个主角用口咬住这个树根的时候呢 可以按这个另外一个方向键的话呢就可以 转过去 好那么这边的这个主角已经变回了这个 正常的这个状态啊这里没跳上去 再跳一下哎呀这个 啊这里可以看出有一些防这个敌人 敌人在上面呢老在那里丢这个斧头 好那么这边呢也没打死他直接过去了 好那么 呃这里是这个第二关的 最后一个小关 那么这个小关呢像在这个天空上啊踩着这个云朵 那么这个关卡呢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成龙之龙的这个 第几关来的第 第四关还是第五关 反正跟那个成龙之龙也有类似的一关 他这里的这个云彩的也会 让这个主角弹起来 好这里有个大肉吃了之后呢又是一个无敌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要这个快速的强劲 好那么这边呢可以看到我就剩了一格血这个血量不太够 非常危险因为第二关这个boss是非常难打的 然后呢 虽然我现在有打法来打他 但是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 这里这个小怪掉了一个萝卜出来 那么又补了大概半个血吧 其实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血呢可以 吃这个萝卜 这个萝卜呢有时候会在 这个路上有一些花那么在这个花如果你踩他一下的话呢 他会吐出这个 萝卜之类的这种道具出来 好那么这里就是这个第二关这个boss 这个boss呢他是不太好打的但是 我研究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套路 那么这个套路就像我现在一样 就站在这个最左边 然后呢 等这个boss着地的时候我们跳起来用 这个主角的头去撞他的头 这样的话呢每一轮只能打他一次 虽然说这个方法不是说太快 但是非常的安全 但是这个方法不是绝对的安全的 他还是有可能被这个boss打到的 好那么这边的已经干掉了啊 其实刚才这个boss他有两个形态 第一形态跟第二形态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套路去打 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三关 那么这个游戏呢他总共有五关 前四关呢都是比较短的 但是第五关是非常长的 第五关的长度 接近前面四关加起来那么长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他的重点在于最后一关 好那么现在的 这个第三关一开始就是一个游泳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小花 那么踩这个小花上去之后了 这里有个房间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罗伯 那么这里的罗伯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个主角的血量补满 这里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游戏他过完之后这个血量 并不会补满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去 找这个罗伯 但是呢 找罗伯的那些花呢有时候 是一些巷子 所以呢 这些花他掉什么东西 这个也要被绑 好那么这一关呢基本上都跟这个游泳有关 他这个第二小关也是一个游泳 是网上的一个情节 所以呢这边有一些时间我先评价一下这个游戏 首先呢这个游戏 他的背景音乐不算好听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操作手感非常的差 因为这个主角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 那么也可以叫这个游戏叫做大头儿子 由于这个主角他这个头非常的大 所以呢这个人物他有一种 头重脚轻的一种感觉 而且这一种感觉呢会体现在你的操作手感上 这种操作手感呢非常的大疼 就说这个人物呢他 移动速度非常的慢 然后呢跳起来 想攻击敌人的时候呢他这个头呢就会 非常碍事 另外呢还有这个游戏的难度 这个难度来说的话呢 不是说特别难 只能说是中等吧 不是说那种非常难的游戏 也不能说是简单的 这个游戏的这个难点的主要是在这个最后一关因为非常长有这个boss啊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最终boss的也不是说特别好打的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游戏 我的结论就是 玩一遍就不是太想玩第二遍 但是呢有一些同学这个从小就玩这个游戏他可能 对这个游戏有特别的感情 可能会觉得这个游戏 比较好玩 但是呢 反正我长大之后玩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感觉 觉得这个不是太好玩这个游戏 这边呢我有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老板呢他点了这个游戏 因为他小时候这个游戏没有通关 所以呢他就想看一下这个游戏的通关 然后呢我就打了一遍给他看 结果呢他看到一半他就说 主播能不能换游戏 我不想看了 他说 他说这个游戏没有观赏性 看了想睡觉 那么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打完给他看了 因为当时我跟他说这个快结束了 这个就就剩一点了 把它看完吧 啊结果他就同意了 最后呢就把这个 这么默契的一个游戏看完 好那么就扯到这里 那么这个第三关已经完了 这个一点都没解说 因为这个游戏 能解说的地方 不是说太多 好那么这里呢 下去之后就是这个 第三关这个boss 那么这个boss呢 应该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一个怪兽 那么这个boss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站在这个屏幕的最左边 然后等这个boss一跳出来的时候 他准备落地的时候我们再起跳 这样的话呢 这个时候在空中旋转就可以刚好撞到他的头 而且呢 可以避开他的这个 身体的攻击 因为这个boss他这个身体呢有一些刺 如果你直接去碰他的话呢会受伤的 好那么这边呢干掉这个boss之后 又是这个 这个对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他这里的剧情说什么东西 但是我能猜得出来这个剧情大概是怎么样的 首先你们注意一下前三关这个boss 他的弱点都在这个头上 这一点呢是包括第四关这个boss 也是说第四关的boss他的弱点也是头 然后你们注意一下这几个boss他的头都像带的一个东西 当这个主角把这个boss头上带的那个东西打碎了之后 那么这个boss呢他就会变了一个样子 而且呢 呃 变得非常的和善 没有什么攻击性 也就说这个剧情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是某一个大魔王 啊他 呃怎么说呢用了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一个 装置控制了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人呢可能就是被这个大魔王控制了 然后呢 这个主角呢 把这个boss 这个头上的那个控制器给他打碎了之后 那么 这个boss就变成正常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总结这些东西 呃 老补出来的一个剧情啊我不知道这个剧情到底是不是这样 反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第四关 这里这朵花了我们可以把它吃了 把这朵花吃了之后他 又 把我们带到这个一堂堂房间 我们这里有一个 小肉 那么 刚才我在进房间的时候已经是这种微热状态 那么再吃一个肉的 不光是大的还是小的 他都会进入这个无敌状态 好那么这边呢可以看到 当这个主角他变成这个狂热状态的时候 如果用他的头去 碰这个地面的话了那么就可以造成这个地震 那么这一招呢就可以把这个屏幕上所有的敌人都清掉 但是呢如果这个主角他不是这种无敌状态 就是说他是这种微热状态 如果你去用这个地震的话了 那么他的攻击力就没有无敌状态的时候那么的高 那么像这个主角现在是这个正常状态 如果你去装个地面的话了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好那么这边呢可以看到 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场景 这里要不停的跳 如果你不跳的话了 那么这个人物就会向进这个沙漠里面 也就说他会这个慢慢的往下沉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沙下面呢 他有一些道具 如果你想吃这个道具的话了 那么这里你要 呃 不要动 然后等这个人物慢慢的往下沉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吃到 那么刚才呢我吃了一个星 那么这个星呢他是一个空心的星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多了一格的这个星 也就说刚才那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道具 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有了四格血 这个游戏他总共 可以吃三个这个空心 也就说可以到了六格血 那么这边呢就是这个第四关这个boss 这个boss的 一上来直接去撞他 这样的话呢这个主角就会被打得非常高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空中不停的旋转 一上来就简单的就按着这个联发逼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非常简单 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上一关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boss的这个头顶上带了一个像帽子 一个东西 这东西肯定是控制他的一个装置 那么这里也是把他打掉之后他又清醒了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 这个第五关 这一关呢我前面说了非常长 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 这四关大概15分钟的流程 那么最后一关呢应该有 11到12分钟的一个流程 非常长 相当于前面四关加起来这么多 差不多 好那么这个第一个场景的是 往上爬 这里呢 吃了一个小肉 然后吃了这个小肉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地震了 因为这个敌人的都在我们的头顶不太好打 用这个地震的话呢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清理这个怪物 这里可以看到 由于我现在吃了一个小肉 所以这个地震的 这个攻击力也是大打折扣的 这也可以看到我这个小怪的我都要振两次这个地震才可以把它干掉 好那么这边呢这个状态已经解除了 现在我们又是这个正常状态 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不地震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头去顶这个怪物的这个菊花 顶他菊花也可以打他 那不一定要跳起来 用头去磕他的头 好那么这边呢就是这个第二小关 那么这个第二小关 这边也没什么重点可以说的这里直接往前走就行了 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路上的这个小怪因为 这里会有一些丢斧头的这个小怪 那么这个场景呢他有两层 我们走下面这层就行了因为等一下 那个入口呢在这个下面这层 如果你跑到上面去的话呢等一下可能就 要往回跑非常麻烦 另外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些花呢都不要去踩因为 我记得是大部分都是陷阱 所以呢为了我的背板方便说有这里的 这些花我都没有踩 因为反正后面有这个补血根本不需要在这里 假如说你在这里没有血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去踩那个花 因为这个花呢如果你踩了他的话 他是一个敌人伪装的 一朵花 你踩他就会被打 这样的话呢你的血更少 所以呢还是不推荐你去踩这个东西 除非呢 你背板非常准确 你知道 哪朵花可以踩 哪朵花呢是这个敌人伪装的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好那么这边呢还是一个游泳的这个环节 那么这边呢 游泳这个场景里面非常多的这个补给 我为什么前面说不要去吃 也不用踩这个花呢 因为这边这个补给非常多 也根本不需要在前面那个地方去冒险 好那么这一关非常磨叽 我在这里稍微的插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打这个游戏的素材的时候了 当时我正在直播应该打了有 三四个小时 打了非常久 为什么呢你不说这游戏不难吗应该是不可能打这么久的 其实是因为这个游戏 他最后一关有个地方了 我想打的稍微的完美一些 但是 我记得我这一把还是没有打完完美 所以呢我最后 还是妥协了 所以只能这么着了 那么等一下 就会到那个地方 应该是这个场景过后的那个场景 好那么刚才的在游泳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大型 那么刚才吃到一个空心 那么现在有五滴血 其实还有一个空心的这个空心在哪一个关了我忘了反正那个地方我是没有吃的 所以这边的没有拿 满这个血量 拿满的话呢就有这个6点 那么这个场景后面那里不是有朵花吗 那朵花都是补起来的如果你没血的话呢可以吃那朵花 由于这边我这个血量 还是比较多 所以呢我决定在前面那个地方去补起 那么这里的那个敌人呢他设的这个剑呢可以无用理睬的 反正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个血量是够的 好那么这边呢可以继续卖我的血 那么接下来这个敌人呢他会掉一个大型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补满了 不关这个大型 这里下面你还有一朵小花 这个小花你吃了之后也有这个补给 所以呢这里血量非常多的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 打的非常默契 反正就卖吧 那么其实刚才那个场景的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有疑问 呃 那些刺了会不会碰到就死了 其实是不会的 如果你碰到刺的话呢就是相当于被敌人打了一下 好那么这边呢出现了一个三角龙的这个敌人 那么这个敌人呢 他会在这个屏幕外面直接移动过来 也就是说 呃你没有看见他他就会已经开始启动了 有时候呢他如果你在一个地方默契太久的话呢他直接过来撞你 比如说你想吃这朵花 的里面的这个东西你踩一下这朵花 然后呢可能这个三角龙就刚好冲过来就把你打了一下 所以呢这里这些花呢尽量不要去吃 好这边呢这个场景非常的长 这边基本上要走那么三四回吧来回的走三四回一直爬 到这里的这个塔顶 这好像是一个塔 就算这不是一个塔反正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物 好那么这边呢又上了一层 这里呢会出现一个怎么说呢 这个骷髅 骷髅狗吗还是说骷髅老鼠 反正呢应该是一个四只脚的一个动物 应该不是老鼠吧老鼠没那么大只 啊这个主角的在天空上旋转的时候我非常讨厌一个事情就是 他这个头着地 如果他这个头着地的话呢要等很长时间因为这个硬直时间非常长 所以呢 我非常讨厌他这个东西 最好的是你这个 这个脚着地这个脚着地的话呢他就没有硬直了 好那么这边呢又走了一层 那么上去这一层之后了 那么这一层的就是我前面说我这个录像打这么久 主要是在于这里这里的我有这个强迫症 这个地方我先稍微的解说一下 这里的等一下来会吃到两个肉的这两个肉了他是分开来吃的 如果你中间被敌人打到一次的话呢那么 你吃到这两个肉的时候了就没有这个无敌了 所以这边呢 我是想 吃到这两个肉 这样的话呢 这个场景的就可以用这个无敌时间 由于这个移动速度加坏了吗 这样的话呢这个场景就会 走的非常坏 但是呢我没有一次打出来过 这一次也不例外 所以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我一直被这个三角龙 一直去撞 因为我现在没有无敌 如果我在第四次到第一个肉的时候没有被这个三角龙打到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成功的时候 但是很可惜 这次也没有成功 所以这边呢我们是后来就妥协了 我只能认了反正 无所谓就那么一个地方 快也快未了几秒 好那么这个场景呢就是这个塔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像一个瀑布 这个主角呢顺着这个瀑布不停的往上爬 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人物的这个角呢快到像这个佛山无垠角啊这个非常的快 你们看一下这个主角的这个角 其实这种表象形式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 日本的那种动画 那么从这种动画里面衍生出来的这种表象的这种方式 就说人物跑得非常坏 另外呢还有一种表象方式就是 这个人物的这个角呢变成一个 怎么说呢像这个春卷的横切面一样就那种 你们可能小时候看过那种日本动漫 有印象的应该是 但是呢这个游戏的表现方式的更像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们都看过这个 新爷的这个功夫吧 功夫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新爷他在这个 猪龙城寨里面得罪了那个 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呢一直追着这个新爷一直跑 然后呢 这个时候新爷的这个角呢就变成那种 你们懂的 你们如果你看过这个电影的话 他就类似于这种表现方式 好那么这边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塔顶的 最后一部分 那么这里是一个boss 那么这个boss的这些boss的就是前面四关 的四个boss 那么这边的是这个第二关这个boss 好这里稍微的有一些失误 那么这个boss前面也说到了 他是有这个危险性的 这一次我没有打好 这个前面碰了一下 这里 所以说了 这个打法他还是有一些危险性 你不说这个百分百无伤的 但是你打好的话呢 他是非常简单 好这一下就可以接住了 其实这里呢打了他这个头一下之后了 能不能接第二下呢 应该是可以但是呢 如果你第二下没有联机成功的话呢那么就 会变得非常麻烦 所以呢我还是用这种比较稳妥的这个方法 好这里又被打一下这里就是 这个boss的这个第二形态 其实这个地方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前面四关这个boss不是 已经 打掉他这个头上的这个控制器吗 为什么又要打一遍呢 这个有点说不通啊 难道说 他们被这个主角 这个截救了之后又被这个魔王抓走了吗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西游记里面的这个剧情啊 这个杀生 跟这个大师松说 大师松 这个师傅被抓走了 大师松 二师松跟师傅又被抓走了 这个然后点点点点点点 好那么这里是这个第三关这个boss啊 他这边呢没打死一个boss都有这个补给 所以呢 这边这些boss战呢都不用去考虑什么说这个血量不够的问题 因为他这里的这个补给的非常的充足 不是一个大星啊这个大星一吃就是六个水就满了 啊但是这里的这个小肉是不用吃的 因为你吃了之后反正等一下又要被打所以呢基本上不会 吃到无敌的 然后那么这边呢这个打法也是跟上一次一样啊非常简单 好那么这四个boss都干完 那么接下来就要干这个 第五关的这个boss 那么这个第五关的这个boss干完之后 啊这个游戏他其实还没有通关 最后还有一个最终boss 哎呀这个墨迹又漫长的游戏终于要解说完毕了 然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 第五关的这个boss 然后这边这个剧情是什么意思的 反正这个女的应该是一个坏眼 然后他呢 坐了一辆车下来 那么这辆车呢就是本关的这个boss 这个车呢非常简单 反正就你干他的头就行了 然后呢干死之后你以为通关了吗 没有啊这里呢刚才这个女的变成一只 呃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我看的这个动物像这个泥丝湖水怪 这个有没有同学同意的同意的在这个屏幕上扣1 好那么这边呢有个剧情 那么这里呢也不知道说啥 反正呢应该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再劳补一下这个剧情 可能就是这个泥丝湖水怪了 他被这个大魔王 呃变成了一个坏人 也就说前面四关 呃是由这个第五关这个boss来控制的 但是我们打到这里的时候发现 原来他也是被 另外一个人控制的 所以呢这里的这个剧情是一层抠一层 聊了打完这个第五关boss之后 我们终于知道原来 这个幕后黑手在这个 另外一个星球上 这里是什么星球啊 这个是一个火星吗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最终boss 那么这个最终boss的是一条 非常巨大的个龙 这个boss的不太好打 那么他有两个形态 第一形态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头 以一定的这个频率去打他的这个鼻子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连续的打到他进入第2形态 第2形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不停的在这个空中旋转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转死了 这里也是比较无脑的一个套路 如果不是在空中 不停的旋转卡住这个boss的话呢 其实这个boss 不太好打的 非常难打 好那么这边呢 干完这个最终boss之后 这个龙头上的那个 像一个皇冠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的应该是属于这个 黎氏湖水怪的 我再脑补一下这个黎氏湖水怪的 他应该是一个皇帝 然后呢这边的这个黎氏湖水怪 清了一下这个大头儿子的这个脸 然后呢 这个大头儿子居然还这个 浴火焚身 这什么意思啊 这难道你们要搞这个人兽吗 虽然说我对这个人兽不是特别的抗拒 但是 你们在我这个视频里面这么乌真的好吗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看视频的观众可以 关注一下这个人兽点AVI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